消防人员及拉水线涉水灭火 草豚果菜市场仅日凌晨起火燃烧 火势迅速的蔓延 市场内待排卖的蔬果、冷冻柜以及货车等 全都复制一具 摊伤损失惨重 附近居民表示 听到爆炸声响马上出来查看 发现所有物品都在火海中 尤其是我们农民农区床的水八 完美野好东西 没有租过堂 有这样的人 będą的灯火松 车车有一小伙VEN的mon's花香 我没有任何语言中看到江湖在砸锯 在牡牡老4 带车走起来 三轢板 两三生之后 然后又借着有好几声 我想不对 我从阳采看下来 又看到有火光 我就下来了 然后第一天他们就已经有报警了 那也没办法了 整个全部都烧掉了 那能怎么办 没办法 大火烟烧 熊熊火光照亮夜空 龙烟直传天际 南投县消防局 火爆派十多辆车 约五十人到场涉水灌旧 索性无人伤光 起火原因待调查 我们本局大约凌晨一点五十分 收理到这个市场的火警报案 那我们立即出动临近消防 临近分队 消防车辆 各式消防车辆 那个十一台 那个警易消大约四十人 来现场进行抢救 我们火事大约在三十分钟之内 我们就得到控制了 那因为现场堆积的杂物 货物相当的多 所以到达现场的时候 火事已经全面燃烧 那这个面积大约是五六百平方公尺 那详细的火灾原因 那初步看的话 还需要进一步的厘清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目前也不能排土了 所以详细的部分还是要深入来追查 了解到底是什么原因起火的 先议员唐晓芬感谢消防人员全力救灾 两个小时就将明火扑灭 农会将会积极的修复 重整果菜市场 希望相关单位检修相关线路 保障民众安全 果菜市场的一个批发市场 临时的来发生一个火警 那也很感谢我们消防局 跟当时接近快四五十位的 警消的一个通力协助 接近两个小时的时候 完全把我们的火都来熄灭 很庆幸的是我们所有的人员 都是非常平安的 那尤其是这一次是因为火灾的关系 也在我们的柴损方面 是比较严重一点点 那我们草成阵容会也积极的 来做一个修复 那这我们也即将 可能在我们的修饰的一个几天的时间内 然后尽快的能够来把我们的果菜市场 来再做一个重整 那也希望说透过这一次的 这个不幸事件的一个发生 能够让我们整个现场的一个管线 能够再做一次的检修 能够保障我们不止说 我们果菜市场所有员工的一个 生命财产的一个安全 还有包括我们所有这些摊贩 在这边营业 他们的一些财损方面 能够再次的获得保障 县府消防局指出 消防人员抵达果菜市场 布水现灌旧 凌晨四十四十分火事熄灭 进行残火处理 起火原因待进一步的调查 草屯镇农会获悉 排员在周边助手 并公告果菜市场十三日起 休市五天 G9秋平易 乔屯镇采访报道